拉起白布條站在台南殯儀館外表達訴求 殺警案引起全台關注 退警協會也站了出來 我們的歹徒是民眾不是敵人 執勤的警察無從知道他有沒有加害的意識 所以警察的執法非常的困難 大聲疾呼該重新審視執勤安全 從警線使用條例到訓練測驗通通要檢討 17年前戲指發生殺警奪槍案 遠警紅蟲男巡邏時遭到兩名歹徒持刀殺害 震警社會 3年前鐵路警察李承翰因公殉職 就怕悲劇已在上演 警政署採購4000多組電擊槍發給基層遠警 指示使用率卻偏低 平常都帶一堆裝備啊 槍啊什麼 枪彈什麼浮線電已經夠多了 如果再多帶一個這個 又要冒著萬一追逮途遺失的風險 危機說來就來 除了配備要足夠 遠警的基本訓練也得加強 因此警政署預計推動組合警力訓練 模擬二到四名原警發現可疑人物的逮捕分工 警務上的話大部分都是兩個以上 你只停留在一對一個訓練 如果在兩個原警他共同面對到問題的時候 可能就會不能彰顯出這個分工的這個改變 殺警案後警戒做出改革不讓失去原警的痛 今天公祭明天就忘記 經紀新聞趙愛姐 林日誠黃一軒採訪報導 195年3月份 警告 920年4月 警告 920 before 被驚訪 警告 警告 警告